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陈维山 其实John从小看到我大 我当他是我的大哥哥 我在波士顿认识John 那时就七几年左右 而我认识John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同一个passion 就是中国舞蹈 而我们亦有同一个舞蹈教师和创作人 就是我爸爸 John是男主角 而且他是很高的 又有胡桑 那时候我们中国人 七十年代不是很多很高的人 而且John真的学习很快 其实有些舞蹈 John看几次就已经知道 John在舞蹈上 他除了很有能杆地跳一些肝硬的舞 例如公舞 又或者蒙古骑马舞 他亦都可以跳一些柔一点的舞 以及一些温柔的舞 例如施带舞 又或者梁山伯中英台 他都跳过 而且跳得很好 所以其实可以反映到 他是一个肝柔并重的人 他亦都可以反映到 他那个做事的方法 不只是 企硬 又或者一定要用一些肝硬的手法 而他亦都是一些 可以用到 creativity 和肩膨力 John其实很喜欢李小龙的电影 而且他很喜欢李小龙 因为李小龙 是一个很好的 不单是一个好的演员 he's a great philosopher 其实跟John是很相处的东西 就是 be water my friend so he's very flexible 这东西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李小龙的身上学到 但是呢 我相信呢 他是一个很creative flexible person he's not only knowledgeable but he's also got imagination 这东西是很难得的 John也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 我现在就在读博士学位 和是选择了教育系 我读之前呢 我亦都有跟John谈过 而他是支持我做这件事 因为他自己都是教育开始的 我亦都相信John 是会很appreciate 一件事就是 Education is always the way forward 所以这件事我想 Once again 多谢他 说回以前中国舞蹈团的时候 我爸爸作为中国舞蹈团的leader 有时他要走开去处理其他事情 John就会做那个leader的位置 很多时候 他面对不同突发的事情 他很快可以做到一个决定 而他亦都有一个很好的sense of humor 我想他以前小时候说的那些笑话 应该不是太好笑 但是他自己笑 他会令到身边的人很想亲近他 因为他是很平易近人的 大家都很团结的 想和他一起去做一些好事 for the good of everybody 所以John的态度不是为自己 他是为了整个舞蹈团 而这件事是很难得的 他始终觉得自己的根是香港的 所以我和他有些事情是很相处 因为就算是在美国 我们俗读西方的教育 但是我们一直都很中国人 所以刚才说他无论是中国舞 又或者是功夫 又或者看很多香港的电视剧 和香港的电影和很多中国人的文化 因为我们始终觉得我们的核心 是中国人 所以他就回到香港服务社会 从小到大 你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个很好的胡桑哥哥 人家就叫你做胡桑曾 最近还叫你做薯片叔叔 那我就希望下次我见到你 可以亲身叫你做一个行政长官 我会和John拍照 请支持2017行政长官候选人曾俊华 用了事 enacted 静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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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岛